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介紹 法國十九世紀 應該也是說有史以來很有名的一個漫畫家 這個繪畫家以及雕塑家 叫做Onele Duye 這個中文把它翻譯成奧諾蕾杜米愛 奧諾蕾杜米愛 杜米愛就是這個杜米愛 他是1808年出生的 家裡大概環境也相當的不好 所以是做了很多的寫土 他這一輩子大概是留下來幾萬張 大概三四萬張的所有的作品 那光是他在兩本巴黎著名的這個洪詩雜誌 就刊登了四千多夫人的這個洪詩畫 這個世間的是洪詩畫 那現在的我們現代人的漫畫 大部分都是以幽默其盛 可是在十九世紀中葉 在十九世紀初葉跟中葉 或者是下半那個故的時候 他們這個正式的哄詩跟世間的萬象 這個是非常是所謂的漫畫裡面的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是Doumi愛 這個老年的時候 那上面的這張圖 上面這張圖是他雕塑 雕塑 他老年的時候 我給各位看一下他二十四歲的時候 左邊這張圖相當帥 那右邊的這張圖 是有名的這個華國的攝影師Nada 幫他這個 幫Doumi愛造的像 我在網路上 要找他這樣做 做slide比較方便 可是我找到的是 同樣的一張的人像 可是那個頭 傾斜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那這一張 這一張人像 我們給的這一張人像 是藏在這個 華國的照相協會裡面的東西 當然是 百中顯一 那我就是講說 你看在185年代的時候 巴黎的人 或者是 像西方的藝術家 照相家 攝影師啊 就非常重視這個藝術性 所以同樣的一個東西 擺的姿勢擺的 頭部的姿勢等等 神型表的很多 這是我相當佩服的 他晚年的時候 那個 化國著名的畫家 叫做Koro 幫他畫了一張 他晚年的時候 他晚年的時候 眼睛失眠了 非常貧困的 在鄉下的這個房間裡面 那這個 右邊的話 這一張是 他的這個 在巴黎的墓 這是廟永華小姐 在今年 巴黎的時候 順便試人 來參考 那我們今天 介紹的書籍 這個是 各位看一下 這個 他的這個人物的 非常的逼真 這個是 法國最有名的 一個 杜妮艾的 前部的目錄的 學者弄的 我介紹的是 早期的石板畫 各位這封面 後面是 等於說 當時的 1830年代 議會的眾生像 這個很多了 中文的世界裡面 就是香港在1980年 曾經在這個 藝術館 有一個 杜妮艾的展覽 就是說 畫國的生活寫照 各位 他在這個展覽的這個目錄 他強調的是 畫國的這個生活寫照 我們當然很借重這本 1980年編的這個目錄 等一下都會有詳細的介紹 大概在2000年 2000年的時候 台灣的藝術家 出版的這個 杜妮艾的這個專輯 杜妮艾的這個專輯 那這個專輯 這個是也是根據 法國大皇宮的一個展覽作的 這個專輯有一個特色 是介紹的 杜妮艾作為一個雕塑家 雕塑家 那我就是從歷史的評價裡面 我用一個 我所說上的有的書 就是說 一個百科錢書 關於這個版話的百科錢書 那杜妮艾是在石板畫 石頭的石板畫 這個是19世紀 現在還有人在做這個版 在石板畫裡面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19世紀末月的時候開始生物 這個畫 用石板畫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就有所謂的 木刻的東西就弄出來 那也有仿照杜妮艾的這個作品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各位這張圖 這張圖的那個像 是一個在西方的繪畫傳統裡面 叫做悲傷的小丑 那這個杜妮艾 有一系列的大概可能有十來一張 就是在講這個小丑 那關於這個悲傷的小丑 我有一個專門在討論這個小丑的影片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本書 我根據這本書所選出來的幾張 當作是說 以他們專類的角度來講 讀明葉傳適的東西到底有哪些 各位這是他的這個樹鳥 在那個法庭裡面 那他年輕的時候就跑法庭 有點像那個蒂根斯 夏伊斯蒂根斯 這個法庭他 他對法庭的眾生象 有很深刻的了解 所以做了很多的這個絲板畫 當然這個是他的樹苗 表示說他的功力 那各位這一張是這個顯出來的 就是說顯出來說 他們在有一個文學的討論會 大家最後都吵起來了 甚至這個男的這個 這個大家這個身 都有很多打起架來 身體的動作 那這個是 這個是1834年畫的 那標題是說 紀念 Plechia 這個聖Plechia 這個是八底著名的 著名的這個建議 那從華國大革命時代裡面 灌過非常多的著名的人 羅蘭夫人 那有很多人 你可以看英文的圍記裡面 有簡單介紹 這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在看報的這個 看報的這個這個人 是Plechia的字畫像 所以各位等一下 我要看到他24歲 1934年 他是多少多少呢 26歲 他我們看看他24歲的時候 做的那個畫 跟現在26歲的時候 就知道說 這字畫像做得很好 那還有一張啊 這一張是 拉法葉 拉法葉的這個 調念拉法葉 那拉法葉各位知道說 他到美國去 這個 成立革命軍 轟轟列幹一場 1834年的時候 拉法葉啊 就過世了 所以說這個是 表現出這個 哀悄的那個情景 那各位再看這一張啊 這張裡面 在圖書館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 說那時候的 男女就已經很平等了 那個有女性 女性就這個 跟那個藍先生 很多圖書館裡面 很多參考師說 Pardon me You are disabled You are disabled 這個 就是說他要幫他 請那個參考書 那獨米葉 因為在 在正式上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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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四話 或者是 很多的眾生象 後來的人啊 都有 用木科啊 來仿照他 就是獨米葉轟 可以我給他 給各位就是 按照這一張裡面啊 兩個這個東西 各位看這一張圖啊 仿這個 獨米葉的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那我們再給各位看看 那個左邊的話 就是 就是 這 這 這張 這張圖 那這個人的 神情 相當的 你看各位在那個 議會 議會的前面 這個神情 很特殊 那 右邊的這一張啊 是 就是 畫我的 中書記 之前 前期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 民主英雄 希德 希德 C-I-T 希德的這個 日成來 這個是 給各位看一個樣子 那這一本 早期的這個 石板畫裡面啊 後面啊 就是這個 後面就是這個 議會的眾生象 那時候啊 他說 現在就是說 有人在評價他 他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啊 不僅是 他的 紅色畫 而且包括他 現代風格的 作品 這個是 波特萊爾 這個 19世紀的 或者是巴黎 畫口 最有名的詩人 波特萊爾 那 因為他的 他在這個 紅色畫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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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畫裡面啊 是個 藥角 這個 這個 紅色畫的東西啊 那巴薩克啊 其實是 為這個 這個 報紙啊 畫很多 從創辦的時候 就畫很多 所以 有人就講說 巴薩克 是 是 人間喜記嘛 那 賭米葉的話 是用 另外一種 十顆畫 來表現 人間喜記 巴薩克 人間喜記的書啊 這小說啊 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是 對 杜國謙歡禮的 就是 波特萊爾 波特萊爾這個 各位 這首詩啊 值得詳細的看一下 就是說 他說 為 賭米葉的肖像提示啊 這是波特萊爾 在那個 二字法 二字法 這個詩集裡面 杜國慶藝的 說 我們展示著 畫中的這個人啊 賭米葉啊 他的意思啊 驚訝無比 他教我們啊 應該嘲笑自己 讀者啊 這個人啊 是聖賢 賭米葉是聖賢 他是一個 紅色家 曹夢者 然啊 他以雄魂的比例啊 描述是 惡 Evo 以及其黨禮 證明 他的心靈是優美的 那說 賭米葉的嘲笑 不像 是 梅莫西 或者是 Mansvito 那種 泵臉啊 復仇女神的火器 使他們 灼傷 卻使我們 站立 這兩個就是所謂 服侍者裡面的魔鬼 他 他說 賭米葉不是這個東西 不是 賭米葉的笑 他說 這兩個人 這兩個魔鬼的笑 只是看似高興 痛苦的戲話 可是賭米葉的笑 是坦蕩而曠達的 這個是 波特萊爾給他很大的讚美 給賭米葉很大的讚美 我們有一個專輯討論過介紹 沃特阿賭尼亞明 那賭尼亞明的這一本 這個 The Arcade Project 廣能計畫 裡面 寫著19世紀 霸里的這個重要的文化的很多的筆記 其中 這個獨尼葉有專門的一集 我看了相當感動 那個 賭米葉的這個頭像 就是從 從這一本書裡面找出來的 那 賭尼亞明還有一篇重要的論文 就是20世紀 這個德國 收藏這個賭米葉的 很多的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 藝術的 藝術評論家 那賭尼亞明寫了一本很 很重要的一個論文 所以現在 所以那個 賭尼亞明的協會 國際協會 下 明年要討論的就是說 The Arcade Moment 這臨終的時候痛苦的那一瞬間 他說 Benjamin and Edward Hooker 這個 Hooker就是德國的那個文化評論家 跟那個 是這個 獨尼葉的專家 所以他說 Benjamin 他說 Benjamin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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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論文 中文已經有 有的翻譯出來 當然英文很少就 翻譯出來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個 Hooker的話 他的說法是這樣的 各位看看 我們唸一下最終話的 就是說 漫畫裡面 都是相當極端的 這個所謂的 Cali-Culture 那個 那個 那個是把一個人像 那個 那個特性 表示出來 那個扭 不管怎麼樣扭氣都無所謂 所以說 他說 這 Hooker是這樣說 他說真理在於極端之中 在 Hooker看來 他說漫畫在某種程度上 可以說是一種形式 一切客觀的意識 都是以這一形式 是為出發點的 主要到民族協博物館看一下 就可以證實這一定理 這漫畫是非常重要 這是德國的這個協派裡面 認為說都很重視這個漫畫的東西 然後 各位看看 這個跟Benjamin的關係比較密切 好了 對大眾藝術的研究 必然會引發技術的 這個護士的這個問題 每個時代 都會有已知相應的特定的護士祭士 這個是 所以我們剛剛介紹說 這個Douillet 它是這個石板 石板畫 Lisro-profil 我們簡單的來介紹這個 介紹這個1980年香港的這個展覽 各位看一下 仔細的看一下這個後面 這個後面是兩個人在 在也許在喝茶或什麼東西 這個是巴黎的重生巷 那這本書裡面 有這個簡易 這本書跟這本書 都有Douillet簡易的年譜 各位要記住一下 這個19世紀的話 我們前一陣子有討論過 討論過這個Flobet Flobet的這個情感教育 我們說李建鶴先生的 幻翼版本有小說 有詳細的註解 其實李建鶴先生的註解 對了解19世紀的這個巴黎化果是很重要的 那19世紀的這個拿破崙三世啊 這個很多都跟Douillet很相關 那時候的話 有共產黨這個 這個也有這個企業革命等等 這個很多的這個東西 我們也必須要有一些最基本的了解 那這本書裡面有Douillet的簽名 Douillet的這個毀頁裡面 有Douillet的簽名 那這個呢 那這個 這個譚日成館長啊 這戲啊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其實這個可以 我就選一段給各位看一看 他說啊 偉大藝術家是不朽的 其重要性喔 以食寄生啊 這裡所謂的以食寄生的食啊 並非指該藝術家的年獸 是指時間老眼 以食家的重要性乃是在於創造表現 但除了小部分 開明的人士啊 一般人 對心靈的意念或者新意識形式啊 都不願意立即接受啊 由是啊 以食家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啊 免不以為食人所認知啊 是大財產中介紹化國大藝術家 獨立正式一個例子 然後獨立正式一個例子 獨立從事以啊 漫畫創作 最失啊 他為創刊於這個1830年的所謂的紅色 這個雜誌廢畫正式漫畫 那這個 各位啊 獨立曾經為了把這個 皇上 化成禮子啊 這個 這個東西啊 被 被關了 應該是六個月啊 先進六個月 那這一本紅色雜誌 在1837年就 遭盡了 啊 他同時啊 還一定聽另外一個這個噪音雜誌 這個噪音雜誌 很很強勁啊 到二十世紀中的時候才 二十世紀初期的時候才 才修刊 他為啊 多種刊物啊 創造了共有四千 四千幅的石板畫 以及三萬三千多幅的四鳥 其內容以紅色社會及政治的史幣為多啊 1871年63歲的獨立 被選為巴黎醫師協會委員啊 其醫師才開始漸漸為 受到一點重視啊 獨立 除做素描及石板畫外 同時 他是一個結束的畫家 他的畫 雖說雖多啊 他雖不能靠 異畫 脈畫為生啊 他說啊 獨立一生啊 除了 過得啊 除了 得到他的一位 互備 互備的這個 短時間的指導外啊 他沒有上過 正式的 正規的免事課 他曾經在羅武宮啊 呃 花了很多的時間 細心的觀望啊 錢袋的大師的節奏 並從中領會 過足的奧妙及 現裡面的組合方式啊 至於製造石板畫的技巧 卻是其好友傳送給他的 這種由德國作家啊 阿萊斯啊 森尼夫 德士啊 在1796年 各位1796年的時候 才發明的這個石板印刷 在當時非常心盈啊 他說 獨立也對這個 這種印刷的效果 極為敬意啊 所以把畢生的敬意都放在 石板畫的創作中啊 獨立也終於成為 19世紀最賤師畫國的石板畫家 他既熱愛意識 同時也 關注市民的 關注民間的疾苦啊 他通過石板畫啊 率直以及揭露啊 巴黎市民的奮鬥和希望 法國政壇的動彈不安 酷人的慰善和邪惡 以及法 另一方面啊 他對於飽受壓迫的貧苦勞動階層 寄予無限的官法 以及對一般百姓啊 聲表同行 他是被壓迫者的維護者 也是法國現實主義的計較 那他這個一直在講說 他的石板畫或他的素鳥啊 都很有這個雕塑性 所以這個很容易就 他很容易就做出那個人像的雕塑 那他也創造了很多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這個 這個系列除了介紹巴黎的生活以外 其實啊 還有很多這兩個都沒有介紹的 就是說 杜里耶有一系列啊 關於這個西方古代的 河馬史詩啊 希臘神話啊 羅馬神話等等 他有一系列的很多的這個創作 那杜里耶這個除了這個古代的畫作以外啊 他還做了很多張的唐齊歌德 他自己創造了一個他的唐齊歌德 可是這是單一的無業有名 可是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他創造出來 他自己創造的一個雕塑 你看可不可以看 那個叫做拉塔破尤 拉塔破尤 這個這個 這個 據說這個英化文的名字叫做 那個老鼠的這個 鼠皮啊 老鼠的皮膚啊 這個皮 那這個人啊 是一個無業有名 無產階級 可是他整天拿這個鞭子啊 要人家去做什麼事情啊 去擁護這個皇上等等 那這個杜里耶創造的這一系列很多 各於他的這個 他的雕像畫 雕像跟這個絲板畫 各有一系列的創作 最後啊 我們以這本書裡面講說 其實大家一向以前都過問夫類 他是一個漫畫家或者是一個繪畫家 素鳥也很好 他說他介紹了很多的這個杜里耶的 的中生像裡面可是是教授出來的東西 這是強調了現代的人的欣賞的角度 又又又不一樣 所以他也是 所以他也是 杜里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很不錯的雕像家 那我們今天的杜里耶的簡介啊 就跟各位介紹到這裡 謝謝各位